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 6号下午是在富士村的多功能集会所 进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包括了县长徐真伟 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李继生 以及太鲁阁族的部落齐老和族人们 都到现场为王玫瑰来加油打气 王玫瑰表示 上任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建设地方 以及多项社会福利的政策 另外在文化传承工作上 也获得了大家的协助 他恳请族人们能够再次的支持他 来争取连任 共同开创幸福美好的秀林 学文下场候选人王玫瑰 4年请就在富士村多功能集会所 办理竞选总部成立 4年之后要寻求连任 还是选择在这里举行 聊好笑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李继生 希望许正伟 秀林乡党代表会主席赞俊杰 副主席赞惠美 秀林乡党代表会全体同仁 以及秀林乡的主任们来为王玫瑰交为打气 王玫瑰表示 4年前主任们用选票 把他送到秀林乡公所 担任乡长一职 这次寻求连任恳请乡亲再次支持他为大家服务 在这里我要拜托我们的乡亲 是不是再次我们一起来同心 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玫瑰团团队 能够再次打造我们秀林乡的幸福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再次推动更深度的六大幸福蓝团 六大幸福蓝团 有活力秀林 有美丽秀林 有幸福秀林 有传承文化以及龙推 其实我真的期待推动这项的政策 真的是期待我们的祖民 能够护佑我们的秀林乡 我们一起携手并进 一起共生共荣共享 我们并肩打造我们秀林乡的幸福 与安定 我想这个就是玫瑰最终的目的 我们会表示三年之后就开始着手 成立社福关怀园 在每个村进驻 为了就是要关怀乡内的弱势家庭 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照顾得到 同时也并认为预算美化社区的景观等政见 4月26号恳请乡亲再次支持他 为秀林乡做事 援续各项政策来照顾乡亲 接着请问一下 4月33号 5月24号 2月24号 4月24号